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無窗人》 我是主持熱書嶺 贏者 阿伯龍 包子 料理 LCO 聯誼的Alex 今天很多人 甚少那麼多人 我們其他的主持已經全部拔開了 他們已經不存在這個世界上 已經被人練成練走了 真的很慘 又練成 連結殺瘡全部都爆炸了 今天這麼多嘉賓的原因 就是因為 都講了很久 而邀請了嘉賓都非常之久 我都押了很久都還沒做的一個 特集 卡片遊戲特集 首先我們講的卡片遊戲 就有UNO Pot Heart 那些我們是不計的 那些不是啤派嗎 那些叫紙派遊戲 那我們講的卡片遊戲 是雜換式卡片遊戲 即是Trading Card Game 沒錯 那講Trading Card Game 究竟 很多人都問 究竟起源是哪一隻的呢 大家有知不知呢 這個人真的不清楚 如果計香港比較流行 我接觸過的 都好像是 中物小聲林和 數碼暴龍 如果 以我們90後來講 還有 召喚王 是的 召喚王 因為這次是外國外國的卡遊戲 你可能就 香港就比較少人知道 那當然 之前其實不是說 沒有所謂的 雜換式的卡片遊戲玩法 但大多數呢 都是有玩家自己定規則 甚至是有很多古靈精具的玩法 包括可能大家 曾經疑似都抽過的 所謂的龍珠卡 或者叫做萬變卡的東西 其實呢 香港有 可能有玩過的聽眾 或者 比較上一輩少少的人 都會知道 怎樣去玩 或者是 他們有些什麼 古靈的證據 包括拍卡 或者用一張 類似BD眼鏡的 圖紙 看看裡面的 戰鬥力數字 而去鬥卡的東西 都有的 但那隻是 就換式卡遊戲嗎 都算 都是萬變卡 那隻 那隻其實都不算 那隻其實都不算 那隻是 香港比較多人 之意 可以玩到的方法 都有很多 當然它不算是 正式的 可以算是 所謂的 童年會 其實就不算 有一隻 公式的規則 怎樣去 對戰 那樣就 Magic Decallowing 設計者 當年其實很多遊戲都是 大多數 設計這些 知名遊戲 大多數 他都不是一位 遊戲設計者 但大多數是一位 傻家 為什麼這麼說 俄羅斯方塊 都是由一個俄羅斯的 傻家去 建築出來 傻家 通常 平時沒有什麼 做 就是想想一些古靈 精怪的東西出來 他平時計數都很悶 想玩一下 那 Magic MTG 或者叫做簡稱 就不要說那麼長 那 設計了這位 這樣的 數學家 他設計了這遊戲 之後 他就不再搞學術了 他就專心去搞遊戲 最後 比較好玩一點 比較實戰一點 其實是 MTG 而言 正式第一代 那時候 並不是叫MTG 他有另一個名稱 他叫做Alpha Alpha系列 其實這些卡 我沒有記錯當年 我都沒有玩過 先自聲明 說的是很久歷史的東西 我們都沒有這樣的智力 沒錯 那 在美國 好像在一間大學裏面 做實驗 做實驗試玩的 跟現在你說 Vista 這間公司 當時還是一間小公司 當設計者 在銷售他的想法 那時候 就嘗試勝地 印了幾百張 Alpha系列的卡 給一班大學生 以及召集了一些玩家 去試玩 自資的? 自資印的? 不是自資 即是Vista 即是現在印了 MTG 這間公司 當時還是一間小公司 那公司印的 就是 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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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出一隻這樣的卡 去看看市場反應 那 Alpha系列之後 那 港壽好評 不要說大壽歡迎 港壽那班的試玩者 歡迎 然後再次去重製 Alpha系列的卡 以及去撿那些污 之後 就正式成為 Magic The Galloway 的卡片 第一代 開始了 當然你說 Vista這間公司的話 其實都是 某程度上 都是靠這個MTG去自負的 其實 我們講完 這麼多歷史的東西 其實我想 以大家認知的定義來講 卡片遊戲裡面 其實最主要 是分的 一定是回合式 首先大家都應該相信 都不會有 即時戰略的元素在裡面 即現在這麼多類的 集換式卡牌遊戲 都有這些元素在裡面 沒錯 那 除了你說回合式之外 最主要其實 很多時候都會說 以系列形式 通常每一個系列 都會有一個主題 那 Magic來講 可能是 一些特殊能力 可能遊戲王 那些就可能 卡名 主要是卡名 卡名 卡的種族 類型 機械族 以前是種族 但現在主要是卡名 好像現在比較新興的 光之鬼族 X Saber 這幾類 都主要是卡名 因為種族 如果以那個系列的種族 其實都加到很多 其實 最以前的遊戲王 來說 是以屬性分類 那我看得出 其實原本 他們想做的意思就是 例如地屬性 那些放回力 會比較高 厭屬性的攻擊 會比較強 那到現在 就 基本上 這一種形式 已經是不再存在 或者其實我記得 遊戲王的話 就會當年 好像會是一些特殊能力 即是開始有特殊能力 那時候 以特殊能力去區分一些 即是說 可能是要 場上 或者是 沒有地裏面 甚至是其他 不同的條件 情況之下 去做出個分類 但是初代來說 這些是比較少的 很特殊的卡 這些 初代沒有分得那麼小 初代 純粹是數字上的 比拼 即是哪隻 受攻擊力大些 基本上 就很容易贏 初代遊戲王 都會有這個問題 以前遊戲王 基本上是沒有生制這個系統 出現 所以基本上 那時候 只要你抽到一隻 例如3000公的藍眼棒 你就這樣 召喚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已經是贏了這個比賽 所以那個時候 即是初代來說 即是遊戲系統 即是未那麼成熟的時候 就會有些不公平的現象發生 基本上 很多卡遊戲都是 即是一路演變 即是一路 即是系統越來越完善的時候 才會 即是做到今次今日 即是這麼多 這麼受玩家歡迎 因為 即是遊戲王 是比較受這個 香港的玩家 或者是 ACG的朋友去認識 但是 第一隻 在日本 比較出名的卡遊戲 其實就是 Pokemon 對 Pokemon 應該是96年的 沒錯 是96年的出品 當然也不要問我 因為我沒有玩過 那Pokemon 相信大家小時候 應該都會買過 這是童年回憶 我沒有買過 我有幾張英文版 那時候買方版的 英文也是 加一 我整張 唯一你說 當時 即是遊戲王 即是面世之後 在外國的流通量來說 Pokemon的流通量 是比遊戲王少高的 當然 現在遊戲王 開始初 其實未說 去到外國 都會比較盛行 是的 除了遊戲王之後 然後 衍生另外一隻 就是Gundam War 當然就是 Gundam War 遊戲王是同期出的 大家要記住 因為很多人誤會了 以為Gundam War 是之後過了一兩年 但其實 是跟遊戲王同時間 因為那個時期 其實是幾多 不同類型 古靈精怪的 卡遊戲 即是開始 好像雨後捉筋 那樣 即是出現 即是 Gundam又出卡遊戲 遊戲王又出卡遊戲 即是外國都很多 不過外國很多都是說 都是做到 換孔水 亦都不能夠帶起一個熱潮 主要是看到市場 有個市場所以做 市場需要 以及我們之後 都會提到 地獄的開始 然後 其實你說去到Gundam War 比較出名 下一個 全球性比較高的 就是 World of Warcraft的卡遊戲 就是 這個其實 可以說是 它創造了很多 不少新的系統 令到很多卡遊戲 都會去 模仿 參考了它的資料 加入到自己的系統 裡面 然後 去到 最近的那隻 當然不得不提 就是 W-S 全名我不懂得 不好意思 Lice is Valid 那些是德文 德文 那類 我只會發文 今晚打老虎 哈哈 我是吃德文的東西 它這個名字 Vise 是指白色 Sybert 是指黑色那邊 嗯 其實十個 W-S管家裡面 我相信 有八個 是不會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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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 拿了個字頭 就算了 W-S W-S最後那個 是Beta 是Beta 的確是Beta 所以 你這樣看下去 那字 我一開始看 我都不懂得怎麼讀 那字 究竟是怎麼讀的 W-S Card 在香港 帶起了另一次的 卡片之潮 其實可以說 我想它最主要 吸引人的地方 未必是 而一定是 在卡遊戲元素上面 而是 那些動畫迷 對作品的 愛 基本上 它會玩 這隻卡遊戲 除此之外 W-S的卡片 設計 就算你不玩 做收集 用途 都其實是 蠻可管 剛才我們說了 這麼多 出名的卡片遊戲 其實 它們都有一些 共通的特點 首先 其實 這麼多隻卡遊戲 裡面 其實它都是 以一個龐大的故事 去建構它 日後 無論之後的更新系列 都好 它都是很依靠故事 它支撐就是 一群玩家 想知道 之後的故事 究竟會發展成怎樣 或者演變成一個 什麼的環境 而去創造疫情 Pokemon 就不用說了 你現在出了多少檔 我都不太記得了 小字 永遠都是那個水素 魔法方 會不會有 有故事 有的 其實它一開始 Magic The Gathering 它一開始 其實只有卡片 之後 推出的時候 就會開始包含 一個故事 包裝的卡片 所以 到現在為止 都會相負相成 卡片背後 會有一段的故事 如果你有看官方的那些 就會有一段故事 你說 如果Magic 的話 其實它開頭 卡片原創的概念 其實卡片下面 如果有玩過的玩家 都會知道 它下面有一些 敘述 描述的幾句 描述的場景 我舊代來說 我聽一些資深的玩家說 其實是 它那裡串連起來 是一個故事 而它 因為每一代的故事裡面 都會有一本小說的 產物出來 而那些句子 其實是可以 鍵入裡面 令到你 對故事更加了解 那麼 遊戲王 顧炎不用說了 遊戲王 基本上就是 高卻和氣 遊戲王 那個故事 漫畫 原本是漫畫 之後 動畫化 但是 初期動畫化的效果 不是很理想的 是去到之後 重新再製作一次NC 就真的爆起了 其實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遊戲王 它原本就不是玩卡遊戲 原本就是一些 對戰遊戲 新的對戰遊戲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遊戲 包含裡面 但是最終一天又玩一下 就發覺 開始就是卡遊戲 這條路是有才路的 有才路 可以附造卡片 即是出街 吸引玩家去買 即是那條路是很重的 即是那條路是出現衣冠之後 它已經是不用做的了 風山水起 還有遊戲王 初期有個問題就是 即是好像剛才廖里那樣說 即是你出隻藍眼白龍 基本上就玩完 所以規則方面 越變 即是好像之前有玩家那樣說 就是 它那個攻擊力 防守力 即是後面加一些規則 譬如說 四星 有 我想系列那些 我們留下了 他們之後 他們的系列 我們再去討論 剛才說到 他們一些共通性的特質 第二樣東西就是 平衡性 即是其實卡片遊戲 最重要的 就是所謂的 平衡性的問題 如果某些卡 就像剛才大家都有講過 那一出的話 就玩完 不用玩了 的話 整個卡遊戲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其實很多的卡遊戲公司 尤其是現在現今的卡片遊戲製作的 一些開發的團隊 他們都會有很著重所謂的平衡性 就每一個系列裏面究竟要出些什麼卡 出幾多張 或者是每張卡的能力去對比回 以往的系列究竟有些什麼不同 或者是會不會是太過強 或者甚至太過弱 大家都相信就是所謂的廢卡 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 可能很多代裏面都有很多 廢卡 我想每一隻 這些卡遊戲都會有 另外一樣東西 就會是更新週期 講起更新週期 固然就是 消錢那樣東西 其實每一代 以卡遊戲來說 都會是以一季 或者半年為 最多半年 不一定不會少過半年 不是它沒有錢賺 維奇就會出一個新的系列出來 當然外界的人覺得 玩卡遊戲 燒錢 一個燒錢的東西 總之有錢人就會贏 沒有錢的話就會贏 大家其實對這一點 覺得卡遊戲燒錢 有什麼看法呢 完全贊同 其實有哪個卡遊戲不燒錢 老實說 實力是財力的表現 實力是財力的表現 所以基本上 如果是演變到後期一些 都會有一些賽制 就是 譬如說 假設了 Magic 都會有一些賽制 是不為錢玩完的 譬如說 限制賽 那些 但這個就留下 Magic那一集 先跟大家分享 有希望 其實都有的 其實有希望 它中途裏面 我想最大的 這個手機提一提 就是 它要犧牲召喚高級怪獸 這件事 其實是 指一些比較強的卡 就不會這麼容易 就是 那我整副白星 整副藍丸白龍 整副藍丸白龍 我都玩完了 即是要做一個平衡 平衡性 這件事都是 剛才第二點裏面 講的平衡性 即是它更新周期裏面 它都不得不留意這件事 因為始終 半年出二百多張卡 甚至百多張卡 其實 不是說 這麼容易 因為很多時候 我想最容易 玩家的角位 可能最容易 七星公殺隊 一拿到一張卡 哇 這張卡 拿到不用玩了 很多時候 未必開發團隊 知道這件事 甚至是他們會錯 出現錯 糟糕了 因為你想想 開發團隊 最多是 譬如說幾十人 但你玩家 就不止這個數目 可能是 他出了一些卡 他測試過 他自己覺得沒問題 但出來玩家 一想 原來 可以造成一個 無限的 類似combo 這些 就會影響 遊戲的公平性 所以這個 都會衍生到 很多時候 一些卡片遊戲 的就作商 都會邀請 一些資深 甚至比賽的冠軍 去幫他們 去試 他們通常 大家在網上 為甚麼 有些人 會這麼快 會有第一手 情報 其實通常 他們是試卡者 他們通常都會 當然 他們會 最快速度 甚至他們 會影響到 好像計者 勾了某些卡 或者把整個卡的功能 拔走 嚴重性 不過當然 這些就要是 做過的人才知道 我們都不會 去到太清楚 這件事 但其實真的有些卡 你會發現 它出來之後 你都會發覺它 太厲害了 所以會出現 一件事就是 那麼限卡 限制 這樣留回遊戲 往事再說 每一部的 就式遊戲 都會有這類型的卡 我們這節時間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節繼續 那我们这一节时间就到这里,那我们下一节继续 那我们这一节时间就到这里,那我们下一节继续